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撞似无意地问道 二嫂 我们这是直接去医院吗 惊吓看了陆维一眼 轻咳一声 听见这声二嫂 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点点头 没错 我们直接去医院 层服已经先去准备了 欧陆维又瞄了惊吓一眼 二嫂有什么事情很开心吗 没有 惊吓迅速否认 对着陆维灿然一笑 心里却在想着 这个陆维与陆维一母同胞 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什么角色 在沙城的时候 他对陆维的事情尽心尽力 性格虽然有些跳脱 不过办事也没出什么纰漏 而他又没有见过陆维 想想不出来 他的那位大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车子又走了四十多分钟 停在了陆家的私人医院门口 陆维直接被推到了病房 惊吓刚想跟进去 被陈福拦下来 惊吓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张叔梅就回来 陈福脸色沉重 有些恨恨地说道 两辆大货车前后夹击 车子被压扁了 虽然惊吓从陈福的嘴里 知道真的发生了车祸 不过此时听来也有些胆战心惊 幸亏他坚持要换车 让陆维坐上了救护车 否则他们这些人就成了加薪饼干了 再一想到那个司机 惊吓着心里沉了下去 他们在上一个服务区休整的时候 陆维的情况不太好 他换了救护车 原来的那台车上只留了一个司机 却没想到会成为靶子 他想过回来的路上会不会有人动手脚 却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丧心病狂 想着手机上发来的消息 今夏眼神沉了沉 对着层服说说道 帮我联系上官西和和晚 让他们到安保局报道 你回去盯好陆家 记得一定要促成陆绅与宅兰叶的联姻 为什么 他们订婚对老大一点好处也没有 今夏翻了个白眼 你自己好好想想 反正你们老大让你们听我的 照做吧 陆绅若不和岩氏绑在一起 他还怎么拖岩氏翻下水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